村里人给我介绍的对象是一个傻子 傻子就傻子吧 反正我也看不见 只是结婚当天的夜里 我就被人给眠晕了 醒来的时候 一个男人正压在我身上 对我上下起手 你是谁 我慌乱地挣扎着 可男人的力气太大了 长满茧子的大手死死地控制着我 逆子力气还不小嘞 男人沙哑的声音让我听出他的年纪应该不小了 而且这个声音还无比熟悉 自小失明的我 对声音很是敏感 只要听过一次的声音我就不会忘记 公公 你干什么 快放开我 我大声地叫嚷着 只是迎接我的事重重的一巴掌 非要让老子动促是吧 这一巴掌直接把我打懵了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像是从地域传来的声音 我很久都没回过神 见我安静下来 公公急切的动作也缓呼了许多 逆子听话 给俺生个健康的男娃娃 到时候你就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了 我虽然看不见他 但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恶心的酸臭汗味 被这样的人碰触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回过神的我 快速思索着对策 别 别打我 我听你的 我装作服软了 终于 公公控制我的力道也小了许多 趁此机会 我腿上用力 狠狠地踹开了它 并翻身下了地 我不知道在哪 但所有被我碰到的东西 都被我扔了出去 当我终于触碰到一个尖锐的东西时 立马就放在了脖子上 立身呵斥 你不要过来 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何苦呢妮子 你都已经嫁到了我们家 给谁生孩子不是生啊 到时候还不都是一家人 公公被我踹得痛哭了几声后 又开始劝收我 我微微侧耳 就听到了他偷偷靠近的声音 闭嘴 你敢动我 我就去告你 我虽然失明 但家里人对我很好 还让我去上了盲人学校 现在还是学校里的盲人老师 之所以答应嫁给一个傻子 是因为这样我依旧可以上班 但是我怎么都没想到 公公会这么对我 我气得胸口疼 但也知道眼下不是跟他掰扯对错的时候 必须赶紧脱身才行 手里那尖锐的东西应该是个不锈钢毛一针 我死死地捏着不敢松开 一边警惕地听着公公的动作 一边摸索着门的方向 根据我身后墙壁的触觉 这里应该是个摇动 只要我一直靠墙走 一定能到门口 手上传来冰凉的感觉 刺激着让我冷静 我小心地移动了几下 心里却更加害怕 因为我听不见公公的动静了 他粗重的呼吸声还在 但却不再说话 也没了其他动静 你别动 我虚张声势地喊着 毛一针刺在脖子上 已经破了皮 当我摸到木制门的时候 我激动起来 然而 我刚准备打开门 门就自动开了 紧接着肚子上就被人踹了一脚 我躲避不及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别碰我 好几双手向我抓来 我顾不得腾 一边大叫 一边疯狂地挥着胳膊 可最终我还是被人给抓住了四肢 与此同时 我也听到了婆婆的声音 废物 这点事都办不成 还要我来给你帮忙 我彻底陷入了绝望 在他们两人的拉扯下 我的挣扎就像是蚂蚁和大树 无论我多努力 都正扑不开 最后我被他们成大自行 挡在了床上 我走了 儿子那边在脑呢 婆婆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就是关门声 我动弹不得 感受到公公爬上了床 忍不住大哭起来 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保证不说出去 也许是怕我的声音传出去 公公往我嘴里塞了一块东西 我的声音变成了乌业 你子 你一个瞎子 跟谁不是跟呀 好好的别闹腾 我们家养你一辈子 公公粗重的气息喷在我脸上 我只觉得一阵恶心 想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一阵头晕 最后彻底陷入了昏迷中 吃饭吧 我蹲坐在角落里 公公把不锈干饭盆扔到地上 我麻木地拿起来 吃着里面已经凉掉的饭菜 距离结婚那天 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我只知道 公公给我送过五次饭 每次都只够我吃八分饱 并且每次再来送饭 都隔了很久 我知道 他这是想让我没有力气逃跑 我晃动了一下脚上手上的铁链 苦笑一声 有这些东西 我怎么可能逃得了 就算是一个正常人 也很难从这里逃走 更何况我是个瞎子 我试过自杀 可找遍了所有地方 都没再找到任何尖锐的东西 即便如此 我也没死心 我奋力撞墙 但最后只是把我撞晕 我也试过咬舌 只是刚用力 那种疼痛就让我放弃了 后来公公几次再对我出手 我已经没了反抗的力气和勇气 我一直觉得 我比别人坚强 可现在这种情况 我也生出了无力感 我甚至庆幸自己看不见 也习惯了黑暗 不然可能早就疯了 但既然我还保持着清醒 那我就不会放弃逃出去的念头 我不相信公公他们会把我一辈子都拴着 又到了公公折磨我的时候 我已经能控制着自己不再挣扎 甚至还主动迎合 跟声 把我松开吧 我的手腕和脚腕都被磨破了 你放心 我不会再跑了 我小心地试探着公公 怕他不愿意还不冲到 我不出这里 只要不再锁着就行 公公沉默了许久 这期间我不敢再说话 看你最近挺乖的 可以不锁着你 但是你可别想着逃 这外面可都是我设的陷阱 你走不出去的 公公虽然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村夫 但不代表他不聪明 相反他很聪明 在大山中 村里的男人几乎都是打脸能手 知道我看不见 出去也只会漫无目的跑 落到陷阱里 就是指带宰的羔羊 对于他的威胁 我下意识抖了下身体 害怕地赶紧点头 在没有摸清楚我在哪的情况下 就没有逃出去的把握 我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自从公公答应后 我手脚上就不再被锁着了 经过长久的摸索 终于把我所在的这个空间给弄清楚了 这是一个大概只有五平米的窑洞 有一个木质门 因为我之前扔东西砸人的事情 公公把里面的东西基本给清空了 只留下了一个铁质的架子床 我摊坐在地上 这里没有任何我能利用的东西 看来我还要继续等下去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从上次公公的话中 我猜测这里应该不是在村中 很有可能就是村中的后山 后山经常有村民上来 说不定我就有机会联系上村民 不过很快 这个想法又被我推翻 围着这座山的村子很多 我不敢确定会遇到哪个村子的 万一公公他们村里的人向着他 遇到我后把我重新送回来 那就糟了 更何况 公公不可能把我关在村民经常出没的地方 我咬着牙咬了摇头 强迫自己把事情往好处想 不管多难 我都不会放弃 摸清楚了我所在的空间后 我更加安分听话 甚至还主动给公公脱衣服 也正是因为这些 公公被我的防备也越来越少 这一晚 事后我突然狂吐不止 这是咋了 公公有些不耐烦地说着 我心中则是瞬间有些慌乱 我 我不知道 压下心感 我突然觉得 这也许是个机会 连忙又到 我听说 怀孕的人会想吐 我想起来 这几天我吃东西也有种想吐的感觉 说起这个 我心底就无比复杂 每次公公碰我 我就觉得恶心 我以为我是对这里太阳雾才会动不动恶心 但现在看来 好像真的是有了 我不由地摸着小腹 背从心来 你等着 我去叫你婆婆过来 公公快速穿好衣服 我听见门被她重重关上 但却没有听到之前那种上锁的声音 我紧张的心脏仿佛要跳出嗓子眼 手指都不受控制的发抖 这是个机会 但是 真的能逃走吗 从后山到公公家 应该会要很长时间 我这时候离开 有很大概率能走掉 但是 万一她真的在外面放了陷阱 我又不小心碰到了怎么办 我有些拿不定主意 希望就在眼前 我却犹豫了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我被这声音惊醒 你个死东西 门都不锁 人要是跑了 看你怎么办 她不敢跑 也跑不了 外面不是有陷阱吗 她一个瞎子 肯定会撞上 婆婆尖酸的声音和公公的唯唯诺诺的解释 让我身子不自觉紧绷起来 看来外面真的埋了陷阱 幸好我没有盲目出去 婆婆来到我的身边 我感觉到她的视线在我身上扫着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辨别的 总之她最后说到 发成室友了 太好了 公公兴奋地拍了下手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我想过会有孩子 也想过不会要这个孩子 但真的有了 我的想法好像又不那么坚定了 毕竟 这也是我的孩子 行了 最近你就别来了 我在这边看着 婆婆对着公公说道 那儿子咋办 我可管不住她 要不让她也来 儿子听你话 她还能帮你看看人 公公只想当甩手掌柜 显然婆婆也明白 对着她就嫌弃道 行了行了 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做 滚吧 明天把儿子送来就行 今晚我在这 爱 公公应了一声 接着脚步声响起 门被打开又关上 房间里一时间变得安静 我不明白婆婆为什么会同意公公做的事情 但她显然对我没什么好感 自从那次来踹了我一脚后 她就没再来过这里 现在她还要来照顾我 我想她肯定更不待见我了 我忍不住缩了缩身体 怕什么 你现在怀了牛家的肿 我还能把你打死不成 婆婆吃笑了一声 我没说话 也不想跟她说话 同为女人 我实在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助纣为虐 睡吧 明天给你换身衣服 跟个野人似的 婆婆上了床 嘴里还嘟囔着 男人为了那点子事 真是一点都不嫌脏 我捏紧了一脚 我虽然看不见 但也能想象到 现在自己是个什么模样 身上的酸臭味 我已经习惯了 但被别人说出来 还是让我感到不自在 婆婆也不管我 她躺下没一会儿功夫 就打起了呼噜 我一动也不敢动 婆婆虽然是个女的 但她常年干活 力气比我大了不止一点半点 哪怕她睡着了 我也没一点要逃的念头 终于熬到了她醒来 也许是发现我一夜没睡 也许是她也觉得对不起我 她对我说话的语气 竟然软和了下来 等会儿我让你公公弄点水来 给你好好洗洗 还是个大姑娘 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她说着话 还苦口婆心地劝说起来我 我们知道对不起你 但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还怀了孕 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肚子里那个着想对吧 咱们都是女人 跟谁不是跟 我跟你公公总会比你先走 到时候你带这个孩子 总不能回家吧 我听着婆婆的话 在心底已经想了无数反驳的话 但我都没说出来 因为我知道 我怎么说都没用的 你好好的 等以后这个家里的东西 就都是你跟孩子的 我儿子你也不用管 到时候我会让他 跟我们两口子一起走 婆婆这句话让我有些惊讶 他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呢 很快我就从他口中得到了答案 我跟你公公是表亲 当时不知道近亲结婚是不好的 要早知道如此 我跟他根本不会结婚 但已经嫁给他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已经是他们家的人了 不能看着他们绝后 婆婆说到这里还拉着我的手拍了拍 好像他多么可怜 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 你既然嫁入了牛家 给谁生都是牛家的种 我儿子不中用 只能你公公来了 我不求别的 只求你能想明白 别再想着逃走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还是说道 想要孩子 我可以跟你儿子做使馆 没钱我可以挣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婆婆沉默片刻 都闹道 使馆那玩意儿谁知道咋样 万一遇到黑心大夫 谁知道你生的是不是我们牛家的种 我被她的无知气笑 不知道她从哪听到的传言 竟然敢质疑大夫的职业道德和国家法律 哎呀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婆婆有些不耐烦了 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 不然你真跟我儿子 多少年也不会有孩子 外人到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现在你有了孩子 别人只会夸你能干 好生养 等我们死了 外人只会知道你给我们牛家生了大胖小子 别的他们啥也不知道 你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这多好啊 我冷笑 感情到了她的嘴里 竟然还是为了我好 但不得不说 她这张嘴真的太会说了 要是村里没见过世面的女人 还真的会被她给忽悠住 但我不一样 在盲人学校 学的东西比正常人多得多 我的心智早比同龄人成熟得多 明白的道理也更多 怎么可能会被她的三言两语给迷糊住 我深吸了口气 装作想通了的样子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婆婆你放心吧 我不会逃的 也会好好在这个家待着 婆婆欠我听话 笑了笑 这就对了 你现在怀孕了 不能一直在这里待着 你要是表现得好 过几天就带你回家 我文言不由一喜 生怕婆婆看出了什么赶紧低头 轻声道 我听你的 在这里也挺好的 能让我出去走走就行 我听说多晒晒太阳对孩子有好处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等你公公和丈夫来了 我让他们把外面的东西拆了 到时候我扶着你走走 我摸着肚子 这个孩子的到来 给我带来了好运 没过多久 公公就带着我那个傻子老公来了 很快 我就洗上了长久以来第一次热水澡 洗完澡的我 浑身都是一清 一直萦绕在心口的繁门 也相散了许多 脑子也更加清明 一切都在朝着我预料的方向发展 我继续保持着听话的模样 在婆婆的看管下 不做一点让她起疑的行为 我的表现还是很有效果的 又过了几天 我终于被允许离开那个窑洞了 婆婆显然把我的话听了进去 还让公公弄来了一把躺椅 我被婆婆扶着坐到了躺椅上 感受到阳光照在脸上 鼻尖酸色 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了出来 哎呀 这是干什么 你可别哭 哭了对孩子不好 婆婆在旁边赶紧呵斥着我 我擦了擦眼泪 说着违心的话 我不是故意的 是一时间不适应 一会儿就好了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矫情 婆婆嘟闹了一句后就离开了 听着周围的声音 我知道她没有离开 傻子丈夫在不远处玩闹 各种声音都被的耳朵捕捉 周围大致的轮廓在我脑海中显现 我故作放松的在躺椅上躺着 却没忘记去搜集信息 现在这片地区应该是没有陷阱了 我逃走的几率大了不少 之前婆婆说会带我回家 我没想着回家后找机会逃 因为那时候他们肯定防备的更严密 甚至还不知道他们会跟村里人怎么说 到时候不论我说什么 也许村里人都不会相信 至于我的家人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肯定不会让我见到他们 我家在另一座山头的村子 在我们这里 出嫁的女儿 几年不回家也是常态 若是我父母问起我 他们随便编个理由 都可能把父母糊弄过去 要想逃走 我只能靠我自己指示 随着我的肚子开始显怀 婆婆跟着我更紧了 我也开始着急起来 本以为有了些许自由 我逃走的机会会更多 但显然婆婆很重视我肚子里这个孩子 一个都没离开过我 甚至我上厕所 她都要在旁边 这还不如当初我没有离开窑洞的时候轻松 至少那时候我还有点独处的机会 我继续忍耐着 等待着时机 终于 机会来了 你回去一趟吧 她家里来人了 公公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开口的第一句话不但然婆婆惊叫了一声 更是让我的心咯灯一声 这结婚半年都不到 他们咋来了 婆婆显然很不明白 只有我泪流满面 我是家里独女 父母对我很好 这么长时间没消息 他们肯定想我了 两个村子间来往 没有什么大的交通工具 他们只能一路骑着电瓶车 甚至有些地方只能走着 哪怕这样 他们还来看我了 我擦干了眼泪 心底更加坚定了逃走的念头 管他们为啥来了 赶紧跟我回去吧 公公语气烦躁 小鼓声响起 婆婆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随后走到我身边 威胁道 你给我好好待着 别想着逃走 敢逃走 我就上你家闹去 告诉所有人 你不知道怀了谁的肿 看到时候别人信你的 还是信我的 说实话 有那么一瞬间 我被他的话给震到了 但是很快我就反应过来 现在的医疗条件 想知道孩子是谁的很简单 在事实面前 他再瞎说也没用 至于到时候的流言蜚语 我根本不在乎 从小到大 我听到的恶言恶语已经很多了 早已经免疫收回心神 我重重点头 表现得很是听话 我知道逃不了的 我看不见 肚子里还有一个 路都找不到 怎么逃 放心吧 一般人下山都费劲 他一个瞎子 就算逃了 也逃不远 等我们回来找到他 腿给他打折 公公看似为我说话 但话中的威胁比婆婆还要重 我抖了抖身体 是真的被吓到了 婆婆终于不再啰嗦 跟公公一起离开 只是最后 他把我那傻子丈夫留了下来 大力 你在这里帮妈看着他 别让他下山 等妈回来给你买烧鸡吃 面对婆婆的吩咐 我那傻子丈夫连连点头 等他们一走 我因为紧张而紧绷地身体松懈下来 贪软在躺椅上 刚刚我生怕他们把我锁到窑洞里 若是那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幸好 这段时间的安分 让他们放松了警惕 已经忘记了还可以把我锁起来这回事 当然 也有可能是着急的原因 总之 他们没把我锁到窑洞 我终于有机会逃走了 缓了片刻后 我侧耳听着傻子老公的动静 大力 过来 我叫着他 很快他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用疑惑的语气问我 叫我干什么 好歹我也是个老师 对付他这种智商 停留在孩童时期的人 最简单不过了 大力 你喜欢吃烧鸡是吧 是呀 我心跳巨快 不敢耽搁地说 那我带你去买好吗 可是 烧鸡在山下 我妈说不能让你下山 傻子丈夫不傻 她只是智商停留在了孩童时期 我文言毫不意外 笑了笑道 你妈只说不让我下山 但没说不让我跟你一起下山 咱们俩一起 买了烧鸡后还能去找她 傻子丈夫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像是明白我说的对 立马拍拍手道 你说的对 我跟你一起 妈妈肯定不会说什么了 说着 她就拉起了我的手 我被她拉的一个亮枪差点摔倒 她拉着我就跑 速度很快 我心下害怕 不能让她就这么直接带我回村子 父母还在她家 万一公公婆婆发疯 在做出现什么事情 我就是害了父母的人 这么想着 我猛地挣脱开傻子丈夫 你咋了 赶紧走呀 傻子丈夫疑惑地问我 我喘了几口气后才到 我们不能让别人看到 否则他们知道我们去买烧鸡 肯定会跟你抢的 你说的对 村里小胖最喜欢抢我东西 不能让他们看到 傻子丈夫再次拉住我说 我知道一条小路 我带你从那里走 又是一阵奔跑 好几次我都差点摔倒 不知道走了多久 周围还是风吹过树林的声音 我还在山上 我记得就是这里呀 傻子丈夫停了下来 听着她的话 我慌了 这时候可别迷路啊 不过 这时候也是拜托她的好时机 这么想着 我对着她道 你留在这里 我去找找路 她早已经忘记了 婆婆说的话 文言也没阻止我 摸索着周围的树木 快速奔走 不知过了多久 我听到了她的喊声 但我也没理会 依旧朝着树林深处走 哪怕我看不见 哪怕在山里迷路 也好过被公公婆婆抓回去 很快我就再也听不见 傻子丈夫的声音了 周围全是树林间才有的声音 我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 但我不敢停下 走了许久 直到脚底都磨破了 我才停了下来休息 虽然我看不见 但我依旧能感觉 天黑了 黑夜里的山林跟白天 是不一样的声音 周围一点点动静 都开始让我害怕起来 我蜷缩在一棵大树下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迷迷糊糊间 我听到了脚步声 猛的惊醒 这种时候还在山上的 除了公公他们我想不出还能有谁 我脑子里只剩了一个字 逃 绝不能被他们抓住 这时候 我想起了公公之前威胁的话 也许这次被抓回去 我真的会被打断双腿 不止如此 他们对我的看管肯定会更严密 那样的话 我就彻底没有逃跑的希望了 我不敢再犹豫站起来就跑 当一行动 就听到了婆婆的大喊声 人在这里 别跑 文言我心脏都快掉到嗓子眼了 整个人精神高度集中 我已经什么都顾不得了 不管不顾的往前跑 你给我站住 小心点啊 你肚子还有我牛家的重呢 公公也跑了过来 他们的速度很快 我甚至已经能感受到背后的风声了 不要过来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害怕的哭了出来 有没有人啊 救命啊 我边跑边喊 祈祷着能有人听见 只可惜 周围只有公公和婆婆 他们骂骂咧咧的声音 他们距离我越来越近了 当我陷入绝望的时候 脚下一个亮枪 重重的摔倒在地 我这时才发现 我竟然到了一个坡上 摔倒后直接就从坡上滚了下去 我下意识地捂住肚子 一阵天旋地转后昏了过去 意识陷入昏迷之前 我还在想 要是能这么死了 也是好的 可是 我还是醒了过来 只是恍惚了一瞬间 我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我身下柔软的感觉 明显不是之前游洞里的那张床 有人吗 我摸索着想下床 但是浑身的酸疼和下身的不适感 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摸着肚子 孩子没了 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根本不打算要这个孩子的 可是 我还是难受得像是快要死掉了一样 胸口憋着一口气 呼吸都有些困难起来 好一会儿 我才收拾好心情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 我要弄清楚我在呢 是被人救了 还是被抓回去了 周围没有医院特有的香毒水味道 我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医院 正在这时 开门的声音响起 接着就是随之而来沉重的脚步声 我紧绷着身体 一动也不敢动 一阵土烟的味道传来 还不等我反应 一个巴掌落在了我的脸上 终于醒了啊 都愿你乱跑 把老子孩子都弄没了 公公的一巴掌打得我很痛 但不及我心底的绝望更痛苦 我被抓回来了 我麻木地听着公公的谩骂 等他骂够了 才道 不想让我以后都怀不上孩子 就带我去医院 公公的道来让我明白 这里绝对不会是医院 他们不是想要让我生孩子吗 那就带我去医院吧 去医院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大夫已经给你看过了 也开过药了 用不了去医院 说到这里 他恶狠狠地点着我的额头 我跟你说 等你好了 老子立马把你的腿打断 一辈子锁着你 看你还能不能跑 公公说话的时候 烟气喷到我的脸上 恶心地我扭过头 抽什么烟呢 你还打他 不过这时候也走了进来 见到我脸上的巴掌印 我就听到他对着我公公打了几下 过几天这印子要是不消 大夫来复诊看到问了 你来解释 听到婆婆的话 我精神一阵 大夫还要来 那是不是我就有机会传递消息出去了 我不敢露出任何欣喜的表情 听着婆婆把公公赶了出去 坐到了床上 对于我的逃跑 显然他们都很生气 尤其是孩子还没了 但好在他们还指望我继续给他们生孩子 在我还没休养好之前 他们不会动我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别想着逃 实话告诉你 你现在就在我家住着 不信你嚷嚷一声 或者出去跟别人说一声 看他们信不信的你话 婆婆的声音很冷 没了之前对我的温和 我没说话 心里却在想 果然跟我之前猜测的一样 他们不知道跟村里人说了什么 在外人眼里我是他们家的媳妇 出去说什么 他们都会当成我在胡言乱语 毕竟我是个外来的 而他们一家人可是村里的 有了上次逃跑的事情 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 他们都不会相信 所以 我也不再装了 他们说什么我都冷着脸不理会 不过他们送来的食物 我照吃不误 只有养好了身体 有机会跑的时候才会有体力 又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也让我证实了婆婆说的话 我确实在他们家里 也就是我结婚时候所在的那间屋子 他们虽然说不怕我出去求救 但还是不让我出门 晚上婆婆还会跟我睡在一起看守我 这天 我偷听到了婆婆跟公公的对话 大夫下午就过来了 中午给他的饭里放点这个 要是大夫问起来 就说他疯了 怕伤到人 婆婆的声音不大 但对声音敏感的我 还是把这句话听得真真切切 我心中一紧 幸好我这几天出不去 就在窗户旁听外面的动静 不然的话 还真听不到他们这些计划 我要下心中的激动 这次一定要稳住 我要好好想一个万全之策 中午的饭我肯定是不能吃的 我在脑海中快速想着对策 很快一个想法形成 若是成功 那我只需要在这里等着就好了 不会有任何危害 时间紧迫 我开始为我的计划做着准备 中午 婆婆端着饭为我 这下子我不吃也要吃 思索间 我吃了两口刀 太咸了 能给我倒杯水吗 我能感受到被人盯着的感觉 婆婆盯了我一会儿 才放下碗离开 趁此机会 我赶紧把里面的饭菜全都倒在了床底 等婆婆回来的时候 我还擦了擦嘴 一副自己刚吃完的样子 不是咸吗 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 婆婆胡一的说着 我连忙解释 正好吃完喝点水 婆婆你也不用等我 可以直接把碗拿走 我一边解释 一边低头喝水 生怕婆婆发现我的不对劲 好在 婆婆信了我的话 等我喝完水 她就把两个碗都带了出去 等她走后 我躺在床上 装作睡着了的样子 期间我感受到有人进来盯了我好一会儿 我知道 这是他们看我到底昏迷了没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感觉是很煎熬的 好在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夫来的时候 我趁着公公婆婆婆不注意 顺利的把我要传递的消息塞到了大夫的手中 而大夫也没有当场翻看 这让我心中生起了希望 接下来能不能得救 就看我的运气好不好了 大夫走后 我是真的睡了过去 到了黄昏我才醒来 我心底有些焦急 不时地透过被封上的窗户缝隙往外面看去 只是一直到晚上都没有人来 我胡思乱想了一夜 甚至已经认为这次的计划失败了 直到第二天一早 刚吃过饭 外面就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我听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声音 爸 妈 我在这里 我拍着窗户大叫 外面也随之吵闹了起来 不过很快 窝门就被打开了 闺女啊 妈就觉得不对劲 你受苦了 我妈扑了过来 抱着我大哭 这几个月遭受的一切 让我也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哭得喘不上气 你们别听她瞎说啊 她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你们这是要干嘛 婆婆的声音这时候响起 我不知道眼前是什么局面 但我不能任由她在胡说 是你瞎说 你们囚禁我 让我给公公说声孩子 我一定要告你们 不怕闺女 警方也来了 他们跑不了的 爸爸的声音有些哽咽 她的话给我了一颗定心碗 一切终于结束了 不管公公婆婆怎么狡辩 事实就是事实 给我治病的大夫 还拿出了我流产的证据 甚至 她之前就觉得不对劲 偷偷藏起了我的胎盘 鉴定后 确定了我没了的孩子 确实是公公的 警方很快就把他们抓了起来 我则跟着父母去了医院 也见到了救了我的大夫 谢谢 谢谢你 我给大夫跪下 要不是他 我一辈子就毁了 大夫拿出了我之前递给他的东西 那是我从衣服上撕下来的一块 上面又鲜血写了三个数字 赶紧起来吧 你不用谢我 是你的聪明让我相信了你 原来 公公婆婆一直跟她说我是个疯子 但一个疯子怎么可能会用这么惨烈的方式求救 她刚开始有些犹豫 担心是多管闲事 但她最终还是报了警 她跟我说 她怕万一是真的 只是报个警 她就能救一条人 你大夫不想被打扰 我和父母也只是简单的感谢了一番 但在我们的心里 她就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在医院休养了一阵 公公婆婆也被判了刑 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我的事情很多人也听说了 但是我预想被人指指点点的场景没有出现 当我回到村子的时候 村里人都热情地欢迎着我 他们没有提起那件事 小心地维护着我 我心中感动 最后的一丝不安也消散了 听着周围乡亲们的问候 我笑了起来 我是幸运的 遇到了那位大夫 也遇到了理解我的相亲们 我只希望 跟我有类似遭遇的女孩子 能够在确定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不要放弃追寻希望 只要逃离出来 一切都有可能 はい不愿意 未经许呢 对挤特别人被吐特别人